因应新内阁上任 为求稳定社会治安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特别锁定诈欺帮派 毒品枪炮 四大重点工作聚焦打击 配合迅速侦破 向上溯源 向下刨根 等策略 积极侦办 绝不容许不法分子 危害社会治安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执行 全国同步 打炸草黑企图 速枪专案 动员全市警力 同步对诈欺集团 不良帮派组合 贩毒一夜场所 强力打击 并向上溯源幕后首要份子 断 维生的金流 还有寄生不法行业 加强扫荡 断其经济命脉 全面瓦解犯罪组织 本次专案总计查获 诈欺集团 24件106人 不良帮派组合 16件109人 射毒犯贤100人 毒品工厂3处 射枪案件 犯贤3人 改造枪械场所1处 查扣非制式枪支 3支 子弹72颗等张证物 成果封硕 警方再次重申 打击犯罪的决心不变 针对打炸 扫黑 砌毒 竖枪 四大重点工作 也会持续进行 以确保民众 安居乐业 那以下个案的部分 我们会请 我们各政办的 同仁 来进行报告 以上 好 谢谢